养儿与女士这个世界上最辛苦也是最幸福的事情,如何培养出智商和情商都优秀的孩子,是我们每个家长必须要重视的问题,而且是任重到远的事情。 在育儿这条路上,我们经常遇到各种焦虑和困惑,经常会走入地区刚儿丝毫不知,因为孩子的未来种下隐患,俗话说难遂看老,这话有点夸张,但是却不无道理。 我们要经常从孩子们的一举一动,一言一行,来啦即时发现问题就这问题,最近经常听到粉丝流言抱怨,为什么这么疼爱孩子,可是孩子一点都不知道疼父母,有时候达不到他们的一点点要求,就对父母又打又骂,我们本来想教育孩子,可是爷爷矮来马上护得不行,但招来老人的一通刺骂,说孩子还小,懂什么啊? 你们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一般见识,久而久之,孩子更加的变本加厉,这长大了,还不把我们给吃了啊。 粉丝童童妈留言说,有一次在商场,已经是一年级的七岁的女儿,非要一套和家里一模一样的,已经买了两套的芭比娃娃套盒,她没有答应,女儿直接在商场里大哭大闹,并且对自己又激又嚷,坏妈妈,臭妈妈,不恨你。 大坏蛋,我要找奶奶,你是小鸡鬼,我不要你了等等等等,半天也很不好,看着众人对自己和孩子一样的鄙视的眼光,她真的恨不得在地上找个方钻进去,辛辛苦苦的把孩子养大,没成想着还没等到自己老了病了。 孩子们就开始不管不问,等真的到自己老了那一天,究竟孩子对自己会怎么样是想都不敢去想的事情,孩子如果有以下几种行为,那么作为孩子的父母一定要警惕了,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很可能会不孝顺,第一,经常对父母发指令,妈妈帮我拿筷子,妈妈我的球鞋洗了吗?爸爸,你把我的书桌收拾一下。 有的孩子经常指示父母或者爷爷奶奶,去帮他们做自己可以解决的任何事情,把家人当佣人一样的使坏,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不孝顺的比例,几乎占到七成以上,他们的潜意识里,觉得父母能把自己生下来,就是为自己服务的,而长大后更会以自我为忠心,不会觉得顾及父母的感受,不会尽忠长辈,甚至会百般逃避照顾父母。 第二,推卸责任,妈妈要不是你叫我晚了,我怎么会迟到,妈妈都怪你,害得我今天没有得到老师的礼物,都怪你们,孩子经常抱怨并且不知满足,慢慢就会形成逃避。 第一,怨恨的心理,长大后会觉得父母亏欣自己太多太多,对事情逃避责任,成为一个没有单单和责任感的人。 第三,不懂得感恩和分享,家里每次吃饭,从来都是孩子第一个去吃,毫不顾忌家里的长外。 只要是自己爱吃的喜欢的,就都是自己的,从来不知道把好的东西去分享去感恩,对父母没有感激和孝顺的概念。 第四,没有爱心和同情心,从来不会对父母说一句谢谢,甚至父母病了也不会去安慰一下,把父母对自己的养育克服出,当成是理所当然,这样长大的孩子。 目前会对自己的亲人不去关心,甚至将来对他自己的人生和家庭也会造成影响,他们对人对事太过冷邪和自私,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,他们以后的所作所为,是后天形成的。 不要抱怨孩子不懂事,不孝顺,作为家长的我们才是罪魁祸首,我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,一定不要交动孩子,当我们的毫无结局过分的去逆爱孩子,不是在爱护他们,是在伤害他们,会为孩子为自己甚至为社会都留下隐化,甚至恶果,有句话叫做爱子如沙子,虽然过分,但是细想之后就会明白,爱不能你爱, 我们爱他们才更要把他们培养成独立,有责任,有爱心的人,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路上,走得更稳更远更好,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表现,你是如何处理的? 如果爷爷奶奶看过你爱孩子,或者干涉你教育孩子,你是怎么做的? 欢迎宝爸宝妈留言讨论,下期话题再见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